东龙宫连续多年举办了王爷请吃平安餐的活动 同时还邀请到整副师和美法师到现场帮民众来调理筋骨 还有整理仪容 减香了游淑珍感谢宫庙的扇行一举 还加码至剩百米 让社区里的弱势民众可以有更充足的能量来为生活继续打拼 东龙宫在疫情趋缓之后继续展开关怀弱势行动 每个月在不同社区举办王爷请吃平安餐 还请来了整副师和美法师帮民众现场服务 今年开始我们会陆陆续续在吉安乡的各乡镇里面来办理这个活动 让这些村民能够享受到一些 平常其实在家里都是加上便饭 难得可以让他们聚在一起来吃这些餐点 我们也邀约了整副师跟益检师 就是美法师他们共同来参与这项活动 那这边也为一些可能行动比较不方便的村民 他们能够帮他们修点头发 那有些身体上有点状况不是很舒服的 可能工作劳累 那也藉由这机会由整副师来替他们做一些放松舒缓的动作 吉安市长游淑珍特别感谢公庙的善心意举 让社区充满了无限温暖 感谢东龙公王爷请平安餐列车在吉安发响 长期以来走入社区邻里进行关怀的爱心活动 吉安相公所特别带来满满的谢意 在活动内容里面除了有平安餐的分享 还有意见的活动在执行 感谢公庙跟社团驿注社会的能量 吉安相公所带来满满的感谢 也要谢谢社区关怀协会 还有呢我们的村长们大力的协力支持 吉安相公所同时配套爱心米来分镇 希望大家吃了平安餐 带了平安米 回去之后能够有更激进向上的力量 克服种种的困难 走出自己生命的瓶颈 为未来自己的家庭带来更正向的能量 除了整副师帮民众调理筋骨 还有美法师帮大家剪头发 中午则是丰盛美味的平安餐 吉安相公所还制证每位民众 一包两公斤的白米 让社区弱势民众可以感受到 无比的温暖与关怀 谢旅会吉安相报道